來看三年前 嘉義市加百多國社 聖誕的代理老師 因為向百年走低囉 感染他求政嘉義市政府 還有加百國社 今天有告訴團體的 規矩加回 譬如政府將對百年 應該要設相關的法制 也要有中央展規的救援官德 那朗普是表示說 他們有拍攝要來設 公開公的百年新租戰散 過月十三時 嘉義市加百國社聖誕的代理老師 他做自己的日子 三年前的這一天 他怕跌路過往 在他做自己的這一天 包括台庫老師三個工業頂頂的團體 去行李家會 一開始想不愛一分間 以後共調說 這個公信架在在生的時候 受到公開場的百年 才會來想不開 感染他當日才加加義市政府 加加百國社的求證 不過遲後 安靜發生那當時的 校長和校友處長 所以都沒有受到出分 對於為妥善處理 百年事件的相關責任 應該嚴格的懲處機制 保障教育工作者的職場安全與公平 希望政府可以迅速的行動 完善所有的法律跟執行的機制 有關校長 在職場霸凌 這個教職員的部分 應該也是把它列為 這個不適任校長來處理了 來參與團體認為說 目前勇敢擁有霸凌 奉在既責的步驟 法律保障是更加欠缺 會由政府 就要正式相關的法律 來強化老闆人的責任 也要正式中央斬益 行政誘罪的官僚 行政救濟機制的這個部分 來去針對職場霸凌案 設計多層次的這個 行政救濟 避免當事人陷入這個漫長的司法訴訟 我們自己這幾年也收到一些陳情之後 有大概統計它的量 我們也在評估這個必要性 是不是變成1955以外 我另外再成立一個專門針對 這種職場暴力 職場霸凌這樣子的申訴管道 譬如這點 劉動部共調說 已經在年期間是要設立 貪汇等有霸凌的新手的轉線 不然已經有1955新手的電位 修理後種貪汇等有霸凌的案件 也會轉向相關單位來調查和處理 記者從法報道